完了完了 男人一觉醒来居然睡在了岩浆上 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相信 直到朋友把自己的手机扔了下去 好家伙一秒就融化了 这要是掉下去 骨头渣渣都不能剩 他们要如何逃生呢 两个人先是看了看客厅 居然室友像没事人一样 还准备烤块肉吃 万万想不到 这岩浆是不能碰的 室友立马就晕了过去 大壮想要救他 硬是凭借着自己单身30年的臂力 沿着墙体爬了过去 眼看室友就快要掉下去了 前去一发直计 大壮一拳激活了他 原来他是被食物噎到 滚了过去 大壮整整用了七七49分钟 才救活了室友 但更可怕的是 这岩浆正在慢慢的上涨 眼看马上就吞掉他们了 他们必须团结起来 爬到上面最安全的地方 终于他们想到了阁楼的梯子 但室友太冲动了 他想第一个跳过去 结果就不小心直接掉进了岩浆里 大壮赶紧去拿他的手 可已经无济于事 由于男人一百年都没有洗澡 他并没有立刻融化 现在只剩下大壮和阿强了 没办法 阿强只能借助室友的身体 游过这顿岩浆 还好他成功了 所以冲动真的是魔鬼 两个人拿到了一个钩子 开始拼命的拉房顶的拉手 终于他们拉下了个梯子 大壮死死的抠住了墙体 顺利的爬了上去 可阿强就一个不小心脱离了把控 幸好大壮拉住了他 但阿强实在太重了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为了大壮的安危 阿强选择了牺牲自己 终于大壮得救了 这男人想到了个能赚一千万的点子 他拔下电脑上的鼠标数据 然后插到一个充电器上 又把充电器和一个电源连接在一起 结果居然发生了奇迹 我的妈呀 他无意间得到了个想要杀来杀的鼠标 你看他想吃更多的食物 就只需要拿来鼠标 点开程序复制粘体一下 就可以复制出无数的食物 这不发财了吗 更没想到鼠标的接口 居然被他并联到了电信上 可以控制整个房间的东西 男人还是有点不相信 于是又失了下 他拿来鼠标 把电视的四角这么一拖拽 哎 居然真的变大了 这简直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了 更神奇的是 鼠标还不单单这点功能 他还可以随意各种方向的移动 自己不能移动的物品 好像有了超能力 即使看见自己最最害怕的小虫子 男人只需要轻轻用力一点 结果那小虫子 碰一下就嘎了 家里的脏东西太多 自己处理不了怎么办 他只需要亲戚一滑了 那些脏东西就被轻松收纳到了一个小盒子里 简直不要太完美 男人想偷看妹子洗澡 根本不用亲自去开门 只需要远远的按动鼠标 那门就开了 这不爽歪歪了吗 于是他开始越越来越贪婪 他想把自己变成帅帅的样子 结果用鼠标点了一下自己 完了 他忘了 自己是个不用通电的物种 鼠标一下就被烧坏了脑袋 呼呼的出现了无数的错误程序 这可把男人吓傻了 于是开始拼命的点鼠标 结果一不小心 啪 把自己用程序变没了 真是太惨了 所以无论做什么 都不要太贪心 一百岁的老头正在钓鱼 结果却钓出了个神秘魔盒 他赶紧喊来自己的妻子 出于好奇 两个人小心翼翼的扒开上面的泥棒 又轻轻用力这么一推 却发现里面烟雾缭绕的 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 于是妻子又吹了一口香气 结果却发生了怪事 小山洞里开始地动山摇 老头有点不相信 也吹了一口 结果这次摇的更严重了 原来这是个可以控制世界的魔盒 为了更确定这一切 老头把一滴酒放了进去 下一秒 一枚巨大的水珠从天而降 居然变成了啤酒大河 我那妈呀 这不发财了吗 自己不仅有喝完的酒 还可以变成富翁 这可把老头高兴坏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灾难也马上来临 妻子一看这么神奇 于是就迫不及待的 给了老头一拳 目的就是要打掉他唯一的金牙 原来妻子不仅有收集牙齿的坏屁 还要把金牙扔进魔盒里 想要变出一颗带有金子的巨大牙齿 于是他这么用力一丢 结果下一秒 远处的小镇上 居然真的掉下了一颗大牙齿 完了 这下玩犊子了 牙齿瞬间就毁灭了大半个小镇 这要是被人知道 两个人的小命是肯定保不住了 慌了的妻子赶紧把魔盒丢进了泥浆里 结果由于太紧张 盒子都没有盖好 魔盒居然露了一个缝 你猜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天哪 这也太奇怪了 男人一照镜子居然回到了童年 他都不敢相信 于是来到了一块大镜子前 可镜子里居然出现了个小女孩 咋的 还变形了呢 哦 原来是旁边来了个女人 男人难以置信的蹬了蹬腿 哎嘛 镜子里的小人居然和自己一样 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这也太可爱了吧 于是他开始不停的蹬腿 还跳起了舞 这简直就是成年人的梦想 你是不是也想回到童年 哪怕一秒 男人太快乐了 很快就引来了一群路人 他们也快乐的跳起了舞 就连80岁的老人也来凑热闹 他们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疯狂的享受童年 就连活了一万年的蜘蛛侠 知道了这个消息 也来到了镜子前 追逝去的童年 可小时候的蜘蛛侠 怎么可能比得过他 于是小蜘蛛侠还生气了 大蜘蛛侠鼓励他再来 结果小小蜘蛛侠就不停的和他斗舞 真是太有趣了 原来无论什么人都想回到童年 体验肆无忌惮的快乐 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瓶快乐水 只要喝上一口 就会立刻回到六岁的样子 但仅仅会维持一天 有的人变回童年后 会继续完成梦想 有的人变回童年后 忘记所有烦恼 快乐无比 他们都找回了原来自由自在 无比轻松的自己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 真是快乐极了 如果真的有这种快乐水 你也想回到童年吗 这个男孩马上就变异了 因为他在拍照 结果一只一亿年前的剧毒蜘蛛 从天而降 还踏巴 就咬了他一口 这下玩犊子了 男孩直接就感到了一阵眩晕 更没想到的是 回家更严重 原本近是一千度的他 居然不用戴眼镜 就能看清东西了 更奇怪的是 他的瞳孔居然有六个 不仅手上可以死死的粘住东西 就连身体也强壮百倍 还可以倒立在天蓬上 更可怕的是 他的一个屁 居然可以喷出蛛丝 这可把男人吓坏了 但男人并没有在意 以为是自己得了怪病 可就在这天 他和女友约会时 他精准地预判到 女友会遇到危险 于是他一个屁的功夫 就给解决了 男人终于意识到 自己获得了超能力 有可能变成了蜘蛛侠 于是他赶紧回家 为自己制作了一件衣服 既然拥有了超能力 就拥有了责任 成为这个城市的卫士 只要遇见坏人 蜘蛛侠就会第一时间到达 即使是极其疯狂的抢劫犯 只要蜘蛛侠一个屁 就可以直接拿下他的武器 可恶的犯人非但没有害怕 还十分嚣张地取笑他 使用超能力的姿势 蜘蛛侠怒了 于是又一个屁 抢下了犯人打劫的财物 又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并用蛛丝 把犯人死死地粘在了铁栅栏上 看你还这么嚣张 终于坏人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这个一吨重的轮胎可不是一般人 没事就爱偷看女孩洗澡 但凡碰到障碍物 不是把他压碎 就是压碎 最可怕的是他还有超能力 只要看到他对着目标浑身发抖 对面就会立刻被卡巴 这时突然一个美女经过 这一小姑娘可真漂亮 于是就想把他拒为己有 可他刚使用超能力 结果却被一个老头从后边追了尾 不仅把他弹出了十公里 还中断了他的超能力 这可把轮胎气坏了 发誓要报仇 于是他一秒就追上了那个老头 下一秒 真是太可怕了 血爱迅速引起了佛波勒的注意 轮胎杀手为了隐藏自己 直接钻进了个女孩的家里 不仅每天偷偷看了洗澡 还要睡在女孩的床上 更过分的是 轮胎杀手还跑进了浴室 要和女孩一起洗澡 却被女孩一秒丢了出去 完了 为了败火 他直接跳进了泳池里 可凉快还不到一秒 又被捞上来丢了出去 这下惨了 轮胎怒了 愤怒令他冲锅了头脑 在佛波勒的面前 就直接喀巴了一个目标 佛波勒都被吓傻了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轮胎居然会杀人 从此轮胎杀手 开始报复这个小镇 把小镇上所有的人 都给喀巴了 就连佛波勒他也没放过 为了能尽快抓到他 佛波勒把小镇上 所有废弃的轮胎 都找出来烧掉 可就是没有找到 真正的轮胎杀手 没办法 他们制作了个橡胶假人 并绑上炸弹 想要引爆他 果然轮胎杀手喜欢美女 他一秒就被吸引 下一秒 佛波勒顺利的 解决了轮胎杀手 却没想到 他居然把自己 伪装成了自行车 而且力量变得更强大了 随后他又开始 率领他的大军 向下一个小镇进发了